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讨 我是谭文言 现在已经进入到立春的节气了 而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节气 立春的到来也都代表着春天的到来 俗语有话 立春一日白草回衙 东风解冻,折虫此阵 大自然也都万物复苏 一日之计在于神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的到来 一年的大事也应该开始将来筹备了 而立春养生 也都可以说是百病不生 来到立春 当然也是养生的好时节 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天时 健康就会经常与我们为伴 说到立春 天气虽然是春天到来 但是炸暖还寒 所以在生活和饮食作息方面 真的应该要注意 比如去到这个时间 很多时候也有一些旧病复发 古语有云 百草回衙百病蒙发 立春之后 也是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 而春天多发的病 就有肺炎、肝炎、流脑、麻疹、筛线炎、过敏性酵喘、心肌梗塞、精神病等 而对这些病患者就特别需要预防 另外一个就是 来到立春这个时节 千万不要想着 春天来了 我可以开始减三了 其实是真的不适宜过早去减衣的 也是俗语的说话 春不减衣、秋不戴帽 立春之后气温还未转暖 所以我们也不要过早减掉冬季的衣服 冬季很多朋友都穿得比较厚实 几个月下来穿得比较厚的衣服 我们身体产热散热的一个调节 是和冬季的环境、温度 是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当由冬季转入到初春 渣暖患寒 气温的变化也挺大 如果太早这样 就脱下冬季 万一突然气温又下降 身体就很难適应 如果身体的抵抗力下降 病菌就可以承虚而入 容易引发各种呼吸系统的疾病 以及冬春季的一些流行病 而在一年四季中 春生下长 秋收冬床 人的身体也应该随着节令而调整 养生的就更加要顺应天使 很多人都说 喜欢在冬天的时候进步 这个也是符合冬床的原则 但是进入立春之后 虽然天气还还时不时凍下 但是这个时候进步 就要开始减量 因为身体也需要一个 慢慢適应的过程 令到春季是可以舒畅 升法的 而过渡的进步 就会容易造成上火等等的症状 反而是不理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所以来到立春 其实有几样东西是不应该做 又有几样东西是应该做的 想知道去到立春时节 如何才会有一个好的养生效果 那就一定要留意一下 以下这几样东西了 第一个就是早睡早起 以阳干 在《皇帝内经》里面 就有这样的说法 春三月此为发尘 天地巨生 万物以荣 夜我早起 港暴于庭 秘法缓应 以洗自生 生而抹杀 雨而蜜夺 想而蜜伐 此春气之应 养生之度也 亦之 则相干 皇帝内经说的基本上 都是一个非常实在的道理 意思就是说 去到立春之后 自然界生机勃勃 万物 欣欣向荣 这个时候 我们应当顺应自然界生机勃发的这个趋势 早睡早起 放松我们的形体 令到我们的情治 随着春天生发之气而去舒展 这样就是适合春天的一个养生方法 而背背了这种方法 就会损伤我们的肝脏 所以春季就以舒畅身体 调较情治 作为养生的方法 而第二样东西就是 新温食物就是助阳气的 春季初生 春季阳气初生 食物的调养 除了注意生发阳气 而且还要头状苦之所好 应该吃一些辛金发散的东西 但不适宜吃得太酸 因为酸味入肝 具有修炼之性 不利于阳气的生发 和肝气的疏蝕 而食物可以选择新温发散的 例如葱 香菜 花生 韭菜 蝦仁 等等 那就尽量少吃那些辛辣之物 第三样东西要注意的是 开窗通风好空气 立春之后 天气会逐渐由寒转暖 我想各种致病的细菌病毒 也会随之生长和繁殖 为了避免春季各种疾病的发生 预防措施就必不可少 平时要注意开窗通风 令室内的空气流动 减少细菌和污染物 就可以保持空气的清新 而第四样东西就是 多去胶外走一走 立春之后 不妨多去胶外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调节一下我们的身心情志 在《阳生论》这本书里说 春三月每朝梭头一二百下 春天是自然阳气蒙生 升发的季节 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 也都纯应自然 有向上向外 升发的特点 而主要的表现就是 毛孔逐渐地舒展 代謝旺盛 而且生长迅速 而来到春天 多些去梭头的话 就有酸行屈制 疏离气血 通达阳气的重要作用 总之 立春时节的养生 应该顺应阳气生发的天地之气 帮助人体阳气发散 才是健康加分的 民间也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打了春 就不要太欢喜 因为还有四十天的冷天气 即是说 虽然已经立春了 但是到春寒 时不时都会带来一些 比较顽强的冷空气 一不留神 就有机会被病 留下一个空子可转 那有什么病 是会有机会在这个季节 高发的呢? 第一就是感冒 中医就认为感冒的病因 主要是感受了 以风为主的外邪所指 所以俗称 雙风下 这个时节 虽然已经立春 但是气温依旧偏低 风也会挺大 当人体的正气不足的时候 受了风邪 就很容易引起感冒 除了感冒之外 经常高发的 还有胃病 皇帝内经里面说 春煮干 干煮生发 而肝木 黑皮肚 无疑 就是会影响到皮胃功能 同时 低温也会刺激到 毛细血管的收缩 也会影响到胃酸的分泌 和胃部血液的循环 从而引发急性的胃经乱 胃溃药 胃肠炎等等 除了感冒 胃病 到这个季节 心脏方面的疾病 也会高发的 因为突然的寒冷 也会刺激到 身体各方面的状态 而引起冠状动物的净乱 也会出现急性的心肌缺血 有发心搞痛 甚至是心肌梗死 除了心脏方面之外 脑方面也要留意一下脑梗 因为来到这个季节 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圆殊的 低气压 高湿度 是很容易刺激到体内 控制血管活动的神经 而造成小动物血管持续静乱 令血压突然上升 这就很有机会引起脑梗 男女是有别的 应该保暖的部位也不同 冬天就有冬天的保暖 但来到春季 其实也不可以冻青 因为如果在这个季节冻青 一样会留下一些很麻烦的病根 特别是女士 在寒冷的冬季 保暖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来到炸暖还寒的春季 其实女士在保养方面 也有很多重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或者我们稍后回来继续 详细地和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保健养生谈 欢迎大家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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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点就是 女士的脚是真的不能冬 我们很多时候在街上都会看到 一些小妹妹 或者是一些青春正茂的小姑娘 经常是喜欢穿一些帽子 或者是整个脚背都露出来的 一些拖鞋型的鞋 好像感觉上很时尚 但是知不知如果是这样去追求这些时尚 有时是会付出一些挺惨痛的代价 轻側就是痛痙、肛寒 而重側就是会引发风湿病 骨性关节炎 甚至可能会导致不孕不育 听起来好像有没有那么严重 只能拿着脚鞋 其实脚鞋是人体中一个很重要的承重关节 由于脚鞋皮下脂肪比较少 所以它的保乱性能也比较差 如果你早就把脚鞋露出来 有可能会导致脚鞋的鞋关节疼痛 或者甚至腿寒 而至于中医的理论 脚鞋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比如三阴膠、太溪穴等 而这几个穴位如果我们保护得不好 以下来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首先看看三阴膠 三阴就是肝皮腎三条阴经的交回穴 肝肠血、肥肚血、腎肠症症 膠就是交回的意思 三条阴经的阴经的交回穴位 所以这阴位就叫三阴膠 如果这个阴位受到寒邪 它影响的是肝肝、肥肠、肾肠 三条阴经都会同时受到伤害 那你可想而知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会多严重呢? 而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穴位 就是太溪穴 太溪穴在神经上功效为 滋补神气 主要就是对头痛目缘 咽喉肿痛、牙痛、耳聋、耳鸣、气喘、 胸痛或者是消穴、月经不调、 失眠、健忘 甚至是围征阳位、小面瓶 或者是腰脊痛、下肢冷、脚裸肿 都会有影响的 而且脚部同时也被称为 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 脚裸可以说是 连续两个心脏之间 一个很重要的接通的疏纽 如果脚裸受凉了 直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一系列的损害 不单单是脚裸 心脏和脚是最远的一个距离 也是全身阳气最难到达的一个地方 大多数女性本身就已经气血比较虚了 平时可能都会有四肢冰冻 特别是脚部比较冰凉的一个症状 来到立春 到春寒的这个时节 如果脚部的保暖忽视了的话 流下来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问题 就会越发严重了 说到脚部的保暖那么重要 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才可以令到我们在这个季节 达到一个好的保健养生的目的呢 说到脚部保暖 其实可以说有五部曲的 第一就是外出和睡觉的时候 都要保护好我们的脚 神经起始于竹底 而竹部是很容易受到寒气的侵袭 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穿厚的鞋襪 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能够穿一对蜜 特别是棉质的蜜 这样的话 对于一些经常觉得 晚上睡觉脚比较冰冷 很难睡 或者是脚很难热得起的人来说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而且 穿了棉襪来睡觉 可以避免夜间足部受凉 这个方法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一定认同 甚至有些人认为 没有理由的 睡觉已经盖着很厚的皮 为什么还要穿襪 但是如果你尝试 特别是经常睡不得好的朋友 经常觉得睡觉的脚 经常都发动的朋友 你不妨试一试 穿对蜜之后才睡觉 可能你的睡眠质量 就会因为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而得到提升 睡眠质量好了 我们休息得好 身体自然也会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这个就是脚步保乱的第一步 就是当你外出或者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脚 而第二个方法就是浸脚 从中医的角度看 脚是人体经脈聚集的地方 就像刚才所说的 脚裸部分以下都有六十多个月位 浸脚就可以起到温经散寒 疏通气血 调整脏腑的功能 对于经常晚上要起床 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来说 如果在睡假之前 多些去浸脚的话 相信你的睡眠质量 是一定可以有所提升的 说到浸脚 其实不同的季节 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方法 来到春季 如果能够在这个时节 多些去浸脚的话 就真的好像俗语所说的 泡脚勝过食补药 不过如何浸才更有效呢? 在春季应该用什么方去浸呢?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中药的浸脚方 配方很简单 就是需要干姜 腹脂各20克 然后春椒、艾叶各30克 然后有新根草、透骨草各15克 桂枝和桑枝各10克 把所有的药 用沙布包好 然后就可以放在水里煮 煮滚了之后 煮一段时间 就可以把药包拿出来 然后把煮好的汤水 倒入一个比较深的桶 千万不要用一些浅的盘 因为浅的盘 浸不到一些比较高的月位 所以建议 最好用一些高的桶 然后将一些 湯药倒进去 等它的温度大概 去到四五十度 就可以放脚浸 然后每次浸 也不用太长时间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就差不多了 其实浸脚 对于足部的真菌 是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的 同时又可以好好地 去调理我们的气血 充足我们的血液循环 很多朋友现在 无论是上班、上学 可能都要经常是 九座、又或者是九站 或多或少 如果你能够在睡觉之前 浸一浸脚的话 就会帮助他们 缓解到腿部的一个疲劳 我觉得 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 绝对是值得一试 但是 除了用中药来浸脚之外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平时我们可以 就这样用正常的温水 来浸脚就可以了 那其实如何浸才会更有效呢? 相信以前的节目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或者在此 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多一些不同的信息 第一 就是浸脚 不同一般的洗脚 脚是一定要浸到一定的程度 达到一定的刺激量 才可以发挥到浸脚的作用 那当你刚刚开始浸的时候 可能水温 大概是 刚才所说的 是40度左右 但是浸一下浸一下 水就会慢慢降温 那如果降温得快 而你都没有发汗的迹象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加多一些热水 当然了 不需要太热 40度左右就可以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浸脚 盡量用高一点的桶 一定是要浸得越高越好 这样的话 令到你下腿部 我们叫小腿 一路打下 所有月位都能浸得到 这样就为之理想了 而浸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双脚会慢慢慢慢变红 全身也会开始有发热感 最后就会出汗 当你已经微微出汗的时候 就够了 千万不要出到大汗淋来 所以一般浸脚的时间 也不需要太长 15-30分钟 足够了 最重要是看什么时候开始出汗 如果你的身体是比较畅通的 可能很快就会出汗 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微微出汗 就不要管时间有多长 你就可以马上就停止浸脚 还有也要注意一样 就是如果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或者是老人家 在浸脚的时候就要隔外注意 如果在浸的过程中 发现有空门 头暈的感觉 就应该停止浸脚 然后最好就马上 躺平在这里 休息一下 如果你是用中药来浸脚 就建议最好能够找到木盘 或者是糖瓷盘 因为如果用金属的盘浸 它很容易和中药里面有些成分 发生反应 而生成油酸铁 这些有害物质 就令到药物的疗效 大打折扣 可能对身体也没有什么益处 同时如果我们在浸脚的时候 能够搓搓脚心 特别就是涌泉穴 这样的话 对于浸脚的效果 就会更加好 因为如果我们用手心 来搓脚心 就叫做心神相交 对于提高睡眠的质量 和养生好处都是非常多的 如果晚上浸脚 既可以美容 又可以保护身体 而且这么简单 没有药的话 就用正常的温水 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尾 保健养生 真的应该 遵循天使和季节的特点 而春季养生 千万不要错过 好似泡脚 我们说浸脚 这么简单 而这么有效的一个养生方法 立春季节 春季的浸脚 既可以驱寒去湿 星阳固脱 亦都能够令到我们 有一个更好的睡眠质量 如果想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保健养生 就要適时了 好啦 那今期的节目 就和大家分享着这么多 多谢你的收听 我是唐宁言 我们下次保健养生谈再会 拜拜